很久沒有拍片 不知道這個Pocket Tool 怎麼用 現在接到外接麥克風 看看有沒有連到外接麥克風 有閃 喂喂喂 現在就12點半 已經打仰收工了 來開箱的一件事 這個就是一棵植物 人民幣就39元就400元 如果在現在官網買 看看多少錢 結算 你買單的時候它顯示 運費要169元 這棵樹就400元 運費也差不多去了一半 所以我就沒有在官網買 而且現在沒有空去商場 廣州新西法山那些 現在沒有空去 只能夠在淘寶 代購買了 運費60元 沒有了 哈哈 又有人過來買東西 其實都有東西買的 我就不想搞這麼晚 12點半就不接單 好 現在把東西拿出來 這棵就是Fake Car 英文就讀F-E-J-K-A 應該是瑞典魚來的 現在拆開它 我看到網上很少這棵樹的開箱 簡直是沒有 我搜尋U2 可能找到 找到 大多數都是買其他東西順帶 這棵樹 這棵樹我放在店裡裝飾用 為什麼不買真的樹 因為太難打理了 因為我經常賣的棵 在陽台中 都容易棵死 所以對賣那些真樹 就沒什麼信心 看 就這棵樹了 是不是好像真的樹呢 它的枝葉 是黏在一起的 你要撥開它 咬開它 可能它裡面有鐵的 鐵絲結構 鐵線 這樣 讓它彎曲好看一點 像一棵樹 散開它 這樣就很好看了 一棵樹 這棵樹就是這樣的 這棵樹就是這樣的 這些泥土都是假的 還有這些花盆都顯得很假 這些樹枝 這些樹枝 就很真實 還有這些樹葉 可以這樣 可以咬曲 彎曲 讓它散開 枝葉 顯得很像一棵樹 這邊可以這樣 咬曲它 還有這些 所以 要經過整理 會顯得很像一棵樹 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這張桌子 就是1米2 之前是1米5 我換了 可以推過去 然後 然後這個 找一間好放一棵樹 這樣 坐在這個角度 那個人 跟這個人 有一棵樹 左夾 這樣 就不會尷尬 對於有些女生 就覺得很尷尬 這樣 就是這樣 以前1米5 那張桌子 是到達這裡的 所以我坐在這個位置 會頂到 那隻手 有時一起來 會碰到這個手 會有點痛 所以我換了一張短的 高的桌子 然後這個空位 就買棵樹 擺設 這樣 這個花盆 就好像假的 不要緊 我今天去 我今天去賣花的那些店 買了一個 真的花盆 現在拿出來看看 這個就是種花的花盆 比起這個 黑色的假花盆 這個就比較像真的 這樣 狀態剛剛好 沒有多沒有少 因為我涼過的 然後 然後呢 花盆 這裡 就倒一些小石 這樣就顯得是真的花樣 它會搖擺的 搖房的 那你就下面再放一些紙皮 固定它 不要讓它搖來搖去 好 好像有點搖 現在 倒石仔 石仔 20元 如果它 白色的 就10元 我這包 真的是石仔 沒有漂白的 就20元 可能有多 我倒進去 倒了 倒了 有 有包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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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 剛才有訊息 下洗 這袋石仔 用了半袋 這棵花就是這樣 完成 這條短暫的開箱片就到這裡 就夠了 多謝收看 下部影片見 這樣有一棵樹 就充滿生機 有植物 不用搖去曬太陽 淋水 完全不用管它 在這裡 看到了 這條短暫的開箱 有防水 可以 有紀錄 這條短暫的開箱 有關 明天